大家好,我是唐明哥 前两天爆料李嘉诚又在贱卖中国资产 他已经连续十几年抛售了 根据统计,这十多年卖了接近3000亿人民币左右的资产 这次抛售的是东莞的海一豪亭 五折价格,最低单价低至1.3万元平方米 而这个楼盘曾经的价格是3万元每平方米 打折后的价格相对于高点等于是达了五折 但就目前东莞的楼市来看的话 他也未必能卖得出去 这里我们就要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李嘉诚十几年来持续抛售中国资产 头也不回 不管经济好坏,不管行情好坏 他一直在卖 究竟是政治考虑还是经济因素 2015年互联网上有一篇非常热的文章 别让李嘉诚跑了 这里面其实就有很多蛛丝马迹 首先这篇文章的作者是新华社旗下的一个智库 那么他就相当大层面了代表了官方的态度 他在这篇文章的摘要里面写 在中国地产行业与权力走得很近 没有权力资源是无法做地产生意的 由此地产的财富并非完全来自彻底的市场经济 恐怕不宜想走就走 所以这里说的非常明白 在中国地产所赚的钱 他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党和政府的恩赐 为什么是你李嘉诚是你许家印赚钱 只要我党政府允许 别人依然可以做这个地产开发的工作 所以我党觉得你李嘉诚赚了钱想跑 是一种忘恩负义的行为 其次别让李嘉诚跑了这篇文章里面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内容 小标题是逐步改变治港思路 注意这是2015年 我没有改动其中的任何一个字 他写 从国家对于香港的倚重程度变化来看 亦需要逐步削弱香港豪足地位 当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经济地位非比寻同 上海天津等洋海城市一兴起 香港作为自由港虽然重要 但已经不再拥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整个国家来说 香港的利用价值大大下降 所以这是2015年开始 智库就有了 我党想掏空香港的一国两制 变成一国一制 从港人治港变成爱国者治港 这个打算至少2015年就透露出来了 而不是所谓的2019年反送中开始的 而且从李嘉诚抛售资产的坚决和力度来看 至少十年前 2014年 李嘉诚就几乎看透了习近平的一切 2014年4月份 李嘉诚家族以72亿元 卖出了北京银科中心 同年将旗下的居城市中国业务的25%的股权 作价440亿港币出售给弹玛西控股 2014年一年 李嘉诚就达成了八笔交易 抛售金额达到了904亿港币 2016年 李嘉诚又200亿出售浦东市集会广场 2017年出售中环中心 2020年又出售四川成都 蓝城都会商住部分项目 可以说李嘉诚现在香港鸡折卖房 东莞五折抛售 他已经是在抛售中国资产进入尾身了 不是说他不卖了 是因为几乎已经卖完了 这十多年来 抛售的中国资产算下来 接近3000亿人民币 李嘉诚之所以能顺利的 差不多卖光中国的资产 有很大一部分是我党投鼠机器 比如15年 他这个文章别让李嘉诚跑了 很明显又很强的警告意味 但是呢 他不敢真的开枪 路上树上有一群鸟 如果你开枪打下来一只的话 那其他的必定会四散而逃 回头来看 李嘉诚能够全身而退 而王健林反应迈一拍 断尾求生 人大炮被判18年 许家印现在同样牢底坐穿 我党多年来离谱的各种地产调控政策 活生生的消灭了99%的民营地产 只有国有地产才有机会存活 如果李嘉诚不跑 下场可想而知 而且李嘉诚更为坚决的是 他从2012年后 没有在中国拉下任何一块地 而这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 1989年 中国发生8964天安门事件 于当时外资企业大举撤资的时候 李嘉诚反而大举进军大陆市场 成为香港在中国大陆的最大投资者 这样的魄力足以证明李嘉诚对中国政治理解深刻 李嘉诚的他祖父是清朝的拔贡 父亲是小学校长 家学渊源 可能让他对中国政治生态非常了解 8964事件后 邓小平强势地把经济发展 又放在了首要目标 李嘉诚就敏锐地捕捉到了趋势的变化 常年在内地投资 李超人更接近于权力 当2012年习近平上台 开始展露出他的野心和爪牙的时候 他就毫不犹豫地开始撤退 当时大众创新万众创业 互联网如火如荼 而房地产也即将迎来1516年的牛市 如果说当时他撤退 有他不赚最后一个铜板的人身信条的话 那十年后我可以肯定地说 他更多的是应该出自于政治考虑 并且提前预言到了 温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 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也会失去 而大多数人是从2018年 肾上修宪取消主席任期制 才发现大事不妙 直到疫情带来巨大的负面外部冲击 肾上亲自部署 亲自指挥了动态清零 居民资产负债表衰退 房地产开始崩溃 才明白大势已去 所以李嘉诚领先大众的认知 至少有五年以上的时间 从我党决定改变香港的治理方式 那么香港的命运几乎就已经注定了 从亚洲金融中心到亚洲金融废墟 当肾上举起反腐的镰刀 在党内大力地排除异己的时候 我想当时的李嘉诚 他一定闻到了从对岸飘过来的 五十多年前的气息 文革时代的荒唐和恐怖 以及狂热的领袖崇拜 而四十年改革开放 带来的貌似的法治化 民主化都将结束 中国的经济 必然又会受到政治的巨大牵引力 回到最初的问题 无论是李嘉诚从政治上考虑 还是经济上考虑 都会殊途同归 我是唐平哥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别忘了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